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是安全技术 二是安全管理 三是职业安全健康 那么安全管理工作在实际当中是如何做的呢 是通过安全生产管理保证体系的建立和运行来完成的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保证体系 这部分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项 一 制定安全管理目标 二 建立健全安全管理组织 三 建立安全责任制 四 配备安全管理资源 五 进行安全生产策划 六 物资采购 七 分包方的管理 八 施工过程安全控制 九 事故隐患的处理 十 纠正和预防措施 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些内容做一个介绍 首先制定安全管理目标 安全管理目标是工程项目安全管理努力的方向 是项目管理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安全管理目标应该跟企业的总的目标一致 安全管理目标应该由项目经理 带领项目的相关管理人员 结合国家的法律法规要求 以及企业的要求 和结合本工程项目的实际 制定详细的安全管理目标 安全管理目标 大体上说有以下的基本内容 但不限于此 第一 杜绝重大伤亡 设备 管线和消防事故 第二 安全标准化创建目标 第三 文明工地创建目标 第四 遵循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方面的 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承诺 第五 制定实施安全管理目标的考核规定 每一个单位的安全管理目标 都应该层层分解 落实到人 使施工当中的每一个部门 每一个人员 都能明确 自己在安全生产管理方面的责任 认真贯彻去执行 安全管理方面的要求 同时 项目部应该制定 安全管理目标的考核规定 在安全管理目标实施的过程当中 对相关的人员 相关的部门 进行考核和评价 第二 建立健全安全管理组织 安全管理组织应该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 应该符合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 应该结合并符合本企业 本项目部的施工特点 安全管理组织 一 工程项目部安全生产管理组织 它包括建立以项目经理为首的安全生产领导小组 配备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这个是指项目经理 项目生产副经理 项目总工程师 以及相关职能部使的管理人员 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指 经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 培训考试合格 取得安全生产考试合格证的 在施工现场专门从事安全生产工作的人员 第二部分是生产班组安全生产管理组织 是生产班组应该有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负责协助班组长做好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检查班组生产范围当中的安全事故隐患 及时纠正伪彰 保证安全生产的顺利进行 三 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 安全生产责任制是企业各级领导 职能部门 工程技术人员 岗位操作人员 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层层应付安全责任的一种制度 安全生产责任制是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的一项最基本的工作 在五十年代三大规程当中就提出企业要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 在六十年代的五项规定当中 第一项规定就是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里面也提出 要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群防群治制度 并且要执行安全生产责任制 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到我们的企业 落实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它使每一个人 每一个部门都能够明确 自己在安全生产管理方面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各地方的安全生产责任制都有一个自己的版本 那么我们的企业和我们的项目不应该是国家版本的翻版 应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结合自己的工程特点来制定自己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第四 配备安全管理资源 为了使安全管理工作能够有效地落实到我们的生产当中 我们必须配备一定的安全管理资源 它包括以下几项 第一 配备与安全要求相适应 并经培训考核合格的持证上岗人员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规定 企业的主要负责任 项目负责任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必须经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同时还规定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任 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 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 对本工程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 专职安全员具体的承担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所以这三部分人的安全生产知识和安全生产管理能力和安全技能 决定了我们项目的安全管理水平 因此这三部分人必须经过安全培训考核合格以后才能持证上岗 另外在我们建筑施工企业还有一部分特殊工种的人员 这部分人员也必须经过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以后 方可上岗作业 第二配备施工安全技术及防护设施 第三配备施工机械安全装置 比如说我们的四线位两保险 第四配备必要的安全检测工具 比如说我们测接地电阻的工具 我们测扭力锯的工具等等 第五配备安全用电和消防设施 比如说我们的电缆 电闸箱 漏电保安器 我们的消防设施就包括我们的灭火器等等 第五部分是进行安全生产策划 安全生产策划是为了我们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 能够符合有效地符合我们安全生产保证体系的要求 首先我们说一下安全策划的内容 安全策划内容包括以下几项 配备必要的设施 装备和专业人员 确定控制和检查手段还有措施 第二 确定整个施工中应执行的文件 规范 比如我们在施工生产当中 我们会有施工用电 那么我们应该符合施工用电的规范 就是46-2005的要求 第三 季节性施工的安全措施 比如雨季施工的安全措施 那么主要应该做好防雷 防触电 防坍塌等几项工作 还比如冬季施工的安全措施 我们应该主要做好防风 防雪 防滑 防冻等等几项工作 第四 确定危险部位和过程 在施工生产过程当中 每一个工程都有它的危险的部位 都有它的危险过程 我们应该针对这个危险部位和危险过程 制定专项的安全技术措施和专项的安全方案 并在实际的施工过程当中应该保证贯彻落实 第五 根据本工程项目的特殊性而明确需补充的安全操作规定 比如我们在做地下施工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遇到穿越河流 穿越桥梁或者穿越重要的建筑物 那么我们在穿越桥梁的过程当中会对桥梁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那么我们需要对桥梁的桥墩进行加固 受场地的限制 我们这个加固只能是采用人工扩孔桩的方式 那么根据这个特殊性 我们就应该明确的补充人工扩孔桩的安全操作规定 第六 制定施工各阶段针对性安全技术交底 第七 制定安全记录的种类和表示 确定搜集 整理和填制各种安全活动记录的人员和职责 安全记录记载的是安全管理工作的痕迹 为以后安全生产管理打一个更好的基础 因此我们必须要整理和填制各种安全记录和表格 要规定填制人员的职责 使填制人员能够认真的记载下我们在安全管理当中的各项信息 第二 策划的要求 第一个要求 施工现场安全生产保证体系的策划 应尽量与其他体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因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是施工现场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只有和其他的管理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才能够真正的推动安全生产工作 才能够真正的保证各项安全措施贯彻落实到位 策划要求的第二项是施工现场安全生产保证体系的策划 应与有关施工现场管理的法律 法规 规章与标准的要求相结合 第三 安全生产保证体系文件应是受控的有效文件 应与工程项目组织设计质量计划一样 接受相应的系统审核和审批 第三 编制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各项管理制度 在此 我们给大家了四项管理制度 当然 在我们施工现场还有很多的管理制度 那么每一个项目 每一个单位 应该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 结合本单位的管理要求 制定自己的相应的管理制度 第六 物资采购 施工现场安全设施所需材料 设备 防护用具等的质量好坏 直接关系到人的安全 甚至影响到建筑产品的安全 因此 项目部对这类材料进行有效的控制 是保证安全预防事故的一项重要的手段 首先 我们说一下采购控制的范围 它包括以下几项 一 劳动防护用品 比如我们使用的安全帽 安全带 绝缘鞋 护目镜等等 第二 脚手架及防护设施的材料 比如我们使用的钢管 扣件 第三 消防器材 灭火器 第四 电气安全装置 比如漏电开关 电缆 电闸箱等等 第五 机械安全保护装置 第六 其他特殊材料 设备和防护用品等 第二 采购控制的要求 首先 我们说一下对项目部自行采购的要求 项目部应该指定材料部门 机械部门 安全部门 对我们以上的这些物资进行采购 同时 项目部要对分贡方进行评价 第三 对采购回来的材料 项目部要进行验收 检验 合格以后 才能够在施工现场进行使用 第二部分 对分包方采购的要求 项目部对分包方自行采购的安全防护设施 所需的材料 设备 防护用具 要进行检查 验收和控制 同时 分包方应该服从总包方的管理 第三 供应商的评价与选择 主要是为了选择合格的供应商 以防假冒伪劣的产品流入市场 而造成因为使用了假冒伪劣的产品 而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一 评价的内容和要求 首先 我们要审核供应商的市场信誉 生产精力 以及技术 质量 和生产经营管理能力 那么我们需要供应商提供给我们 营业执照 资质证书 产品检测 检验报告 产品检验合格证书 以及过去在生产经营方面的业绩 和我们实际考察的考察报告 第二 实施生产许可证制度的安全设施 所需的材料 设备及防护用品 验证是否取得许可证 比如 电焊当中使用的护目镜 应该有特种劳动防护用品 安全许可证 第三 验证外省市企业生产的安全设施 所需的材料 设备及防护用品 有否进入本地市场的许可证 或行业有关部门的相关证书 比如说准产证等等 第四 规定评价的审核和审批程序 这个是每一个企业 在对它进行评价的过程当中 都会制定一套 符合自己本企业的审核和审批程序 第五 对评价合格的供应商 列入合格供应商名录 记录并保存合格供应商的评价资料 第二部分 选择合格的供应商 首先 要优先从合格供应商名录中 确定供应商 应建立并保存供应商履约情况的业绩记录 作为对供应商进行动态评定的重要的材料 第四 采购资料或合同 首先 我们在采购前 工程项目部应由专人对需采购的物资 拟定采购资料 就是我们所说的采购计划 或者说是编制采购合同 第二 采购资料或合同应准确清楚的规定 对采购的有关要求 比如说 我们需要采购的产品的类型 型号 规格 数量等等 还有 我们采购产品的特殊的技术质量要求 另外 对采购物资的供货和检验方式 也应该做出准确清楚和详细的说明 第五 分包方自行采购的安全设施 所需材料 设备及防护用品的控制 这部分控制 我们首先要在分包合同中 制定相关的约束条款 比如 应该买哪些厂家的产品 或者是应该买什么样的物资 第二 对分包方的采购与检验的控制记录进行检查 比如 分包方采购钢管扣件 那么在扣件进厂的时候 那么分包方应该对扣件进行一个检查和验收 那么它会有一个记录 所以要对分包方的采购与检验的控制记录进行检查 三 对分包方采购的安全用品 按重要程度共同验收或进行复合检验 比如 采购的扣件 是钢管脚手架的一个重要连接的杆件 那么进厂以后 首先分包方要进行检查验收 符合 那么为了保证这扣件的质量 那么我们可以跟分包方再进行共同的验收 或者进行复合检验 第七 对分包方的管理 施工现场安全生产保证体系的有效实施 离不开分包方的参与 离不开分包方的有效管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 分包方的素质和管理能力和履约能力 决定了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的好坏 因此我们对分包方的管理 是安全生产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那么首先 我们在签约前要进行分包方的评价和选择 分包方的评价 我们要看第一分包方资质条件的验证 那么我们应该审核分包方 营业执照当中的施工承包范围 注册资金 执照的有限期 以及它的企业性质 以及它的资质等级 第二 劳务分包队伍人员 持证状况的核查 我们要对劳务分包队伍当中的 持证人员进行一一的核查 特别是特殊工种的人员 我们也要更要进行一一的核查 我们要核查 它这个证件的有效性 是不是经过年审 另外我们在施工当中还要去核查 它是不是按照证件的规定工种 在我们施工现场从事施工的工作 第三 对分包方安全生产能力和业绩的确认 那么我们要对分包方 以往有没有重大的生产安全事故 要做一个必要的调查和了解 第二 分包方的选择 首先 我们要根据分包工程的重要程度 对分包方进行评价 编制本企业合格分包方名录 第二 根据分包工程的重要程度 从本企业发布的合格分包方名录中 选择合格分包方 第三 特殊情况 对名录外的分包方 按本企业规定程序 评价合格后选择 也就是在我们的合格分包方名录当中 没有的这些分包方 那么我们在使用和选择的时候 应该遵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评价的程序 第三 建立分包方评价档案 建立分包方评价档案 主要是为了对分包方的业绩 和它的管理能力 做一个综合的考核和评价 以备我们对分包方的管理 有一个好的依据 第二部分是分包合同要求 对于分包合同要求 我们首先要求 必须严格执行先签合同 后进行施工的原则 第二 合同可采用当地的标准文本 总包与分包的权力义务应该明确 第三 在签订分包合同时 应同时签订安全生产 治安消防环境保护等相关协议书 并注意责权力一致 使分包方能够明确 国家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 以及本企业的安全要求 并且能够遵章首计的施工 第四 分包合同中 应包含安全考核讲法细则 如果有一亿 双方可以平等协商制定 并且在施工过程当中 要严格的贯彻实施 第三 合同履约的控制 一 总包履约的控制 如果合同规定 应该由总包方提供的材料 设备 安全防护用具 和设施 总包必须在分包进场前 将这项工作全部落实到位 双方的履约控制 就是合同规定 应该由总包提供的机械设备 安全防护设施和防护用品 那么双方必须办理 移交验收手续 以保证这些安全防护设施的 安全有效性 第三 在过程当中的 预约控制 它包括在施工开工前 总包单位的技术负责人 应该将安全技术措施 向分包单位和作业班组 做详细的安全技术交底和说明 并由双方签字确认 保留交底的记录 同时 在施工过程当中 总包要加强对分包的 安全生产监督 检查和指导工作 以保证安全生产能够顺利进行 并且保留相关的工作记录 作为对分成包方 业绩考核的一个依据 第四 业主指定分包方的控制 凡是进入施工现场的分成包方 从原则上来讲 无论与谁签订合同 都应该服从总包单位的管理 所以总包除了对他进行一般的分成包方 管理之外 还应该同自己选择的分包方一样 对他加强监督管理和检查 那么在具体工作当中 首先应该在工程承包合同中 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 要与自行发包的分包方一样 进行评价 选择 签约和控制 八 施工过程的安全控制 首先 第一是施工过程的基本控制 在这里面 我们要控制以下的一些内容 控制施工过程中的各类持证上岗人员的资格 这个就包括项目经理 项目上的管理人员 还有项目上的特殊工种的操作人员 我们主要控制的是 这个证件的有效性 比如说 是不是经过年审 是不是还在有效期范围当中 第二个 我们需要控制的 这个人是不是在他证件的这个范围当中 从事工作 比如说 他干的是电工 但是他拿的是架子工的特殊工种的操作证 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 第二 控制验证 施工过程中所需的安全设施 设备及防护用品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我们所说的安全设施设备防护用品 对于我们安全生产管理来讲 是一项重要的内容 只有这些设施设备和防护用品 它符合安全要求才能够保证安全生产的顺利进行 比如说 我们搭设的防护栏杆 我们搭设的挡脚板 我们搭设的安全网 只有这些防护栏杆 而挡脚板安全网 它们符合要求 那么这些防护设施才能够真正的起到防护安全的目的 第三 控制检查验收临时用电设施 我们的临时用电设施搭好以后 都需要经过检查验收合格以后 才能够通电使用 比如说 我们的电缆 电线 电闸箱 漏电保安器 都必须符合安全要求了 那么我们才能够正常的通电使用 第四 控制检查验收 维修 塔雕 井架等起重设备 及施工机械 我们的起重设备必须经过我们项目上自己验收合格以后 我们还要再报给行业的机械检测部门 经过它们的检测合格以后 我们才能够使用 对于我们的施工机械设备 进入施工现场以后 我们也需要经过检查验收合格以后 才能够正常的使用 在施工生产过程当中 我们要对相应的操作人员 做详细的安全技术交底 以保证在施工生产过程当中 这些人员的安全和机械使用的安全 第五 控制脚手架工程 首先 我们的脚手架 它应该有专项安全方案 其次 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 应该按照专项施工方案的要求 搭设脚手架 第三 我们搭设好的脚手架 需要由项目的技术负责人 组织相关的人员 进行脚手架的验收 经过验收合格以后 这个脚手架才能够使用 第六 控制各类专项技术措施的落实 在我们施工生产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专项技术措施 比如说磨板的 针机坑的 土方的 脚手架的 它是起重机搭拆的 等等 那么这些专项技术措施 都是针对危险性较大的 专项工程而制定的 所以 这样的专项技术措施的贯彻落实 对安全生产 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第七 控制劳动保护技术措施计划的落实 第八 控制安全技术交底 建设工程施工前 施工单位的主要技术负责人 应该向施工作业的班组和作业人员 做详细的安全技术说明 将安全技术措施和安全技术规程 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安全技术交底 安全技术交底 它主要包含几项内容 一个是分部分项工程的安全技术交底 一个是主体结构工程的安全技术交底 一个是装修工程的安全技术交底 等等 我们在实际的工作过程当中 应该做好这个安全技术交底 同时在做安全技术交底的时候 应该注意以下的问题 第一 我们项目部应该实行逐级安全技术交底的制度 第二 在施工生产过程当中 我们所做的安全技术交底 一定要有针对性 第三 我们在做安全技术交底的时候 必须要履行签字手续 第四 我们所做的安全技术交底 一定要讲清 在我们施工生产的过程当中 有哪些特别危险的施工过程 那么对于这样的危险的施工过程 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安全技术措施 我们应该遵守什么样的安全技术规范 另外 一旦发生事故 我们应该如何自救 如何护救 如何逃离危险 在安全技术交底 履行签字手续 我们主要是为了 使交底的人更加具有责任心 履行签字手续 也使得将来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时候 为确定事故原因提供了一个依据 同时对做虚假的安全技术交底 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安全技术交底 是我们在安全生产管理方面 一项非常有效的措施 第九 定期检查安全防护设施的安全可靠性 比如说 在我们的电气安全防护系统当中 我们使用漏电保安器 那么我们就要定区去检查 这个漏电保安器 它的安全性能是不是完好有效 第十 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施工现场的环境 第十一 控制施工消防安全 首先 在消防安全方面 我们项目部应该指派一个专门人员 做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其次 我们在使用明火之前 应该办理动火证 应该履行动火审批的手续 第三 在我们施工现场 应该配备有效 数量充足的消防安全 设施设备和消防器材 第四 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员工 进行消防的演练 使大家明白消防的知识 也使大家能够知道 如何逃生 如何使用消防器材 第十二 控制安全防护设施 脚手架 启动机械 或其他设施设备的搭设和拆除 如果当天没有搭设完成 那么应该采取临时加固措施 或者设置临时安全防护设施 第二 施工过程的重点监控 施工过程的重点监控对象是 危险部位和过程 第二 重点监控的要求 首先要培训并落实监控人员 必要时候要进行 旁站式监督管理 第二 落实监控人员的职责和权限 使监控人员能够放心大胆的 履行职责 履行职责 纠正伪彰 第三 记录监测结果 并及时反馈到相关部门 第四 对事故隐患信息 按规定及时处理 第三 大部分是施工过程的安全检查 检验和标志 首先我们说安全生产检验 安全生产检验的目的就是在于通过这个安全生产检验的过程 那么确保只有合格的安全设施所需要的材料设备和安全防护用具能够进入施工现场使用 那么在安全检验过程当中我们有两种检验 一 进货检验和标志 对于进货检验和标志 我们的检验对象是安全设施所需的材料设备及防护用品 检验标准和要求应在安全保证计划中做出规定 这个规定 首先应该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 其次应该符合国家有关安全技术标准与规范的要求 第三 应该符合分包或采购合同的要求 检验的方法 我们一般使用看食物的质量提供相关的资料 比如说生产许可证 质量保证的资料 质量产品的合格证 检测报告等等 必要时进行抽样或全数检验 检验要求只有经过检验确认合格以后 才可以投入安装或使用 同时对检验的状态要进行标志和记录 比如说检验为不合格的产品 我们应该立即清除现场 那么如果做不到立即清除现场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对不合格产品的规格和数量进行记录 同时要采取隔离的措施或者是加挂牌的措施进行标志 第二过程检验和标志 检验的对象是施工设施组装搭设质量 比如说脚手架的搭设质量 比如说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施的搭设质量 比如说钢平台防护棚等等 第二个是施工设施组装的搭设质量 比如说井架龙门架 施工升降机塔雕中小型机械等等 还有是安全防护设施组装搭设质量 比如说洞口临边 比如说通道的防护棚 比如说楼层的周边 预留洞口的防护措施等等 这些都属于过程检验 在施工过程当中 我们对这些设施的安全性能进行检验 那么我们检验的标准是 检验和标志方法应在安全保证计划中作出规定 并落实责任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负责此项工作 但是我们的这个检验的标准应该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 应该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 应该符合我们相关租赁合同的要求 应该符合我们相关的专项施工方案或施工组织设计的要求 检验的要求是只有经检验确认合格以后才可以投入安装或使用 同时对检验的状态要进行标志和记录 第二部分安全生产检查 安全生产检查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安全生产检查 能够知道在施工生产过程当中 是不是能够满足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的要求 并及时发现和排除事故隐患 以保证生产能够安全的顺利的进行 安全生产检查的对象是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状况 安全生产检查的标准是 国家行业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发布的 施工现场安全标准化管理和文明施工检查规定 与标准 还有就是本企业的相关标准 安全生产检查的要点是 首先工程项目部应该制定相应的检查制度 比如我们制定检查制度当中 会涉及检查的时间 检查的内容 检查的参加人 检查的项目 检查出隐患 应该怎么样进行处理和整改 同时应该建立并保持相应的检查记录 这个检查记录为我们安全生产管理提供了很多的依据 另外要结合季节性施工的特点进行专项检查 第九 施工现场事故隐患控制 首先我们说事故隐患控制的要求 一对人的不安全行为的控制 对有不安全行为的人员先停止作业或者是指挥 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纠正伪装 然后对严重者进行一定的给予必要的处罚 第二对物的不安全状态的控制 由项目部的安全部门 汇同项目的其他相关部门制定安全隐患整改的措施 并在施工当中监督落实 只有排除险情 采取了可靠的措施整改以后才能够恢复生产 三 处理方式 一对性质严重的隐患应停止使用封存 二指定专人进行整改以达到规定的要求 三对有安全隐患的设施进行反攻以达到规定的要求 四对不安全生产的过程重新组织 四处理后的复查验证 项目部自行检查的隐患 由项目部自己进行复查验证 上级或政府部门检查提出的隐患 由项目部自行复查验证以后 报上级主管部门或政府部门进行复查验证 十 纠正和预防措施 我们首先说纠正和预防措施的概念 纠正措施的概念 是指对实际工作中的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的事故 和事故隐患产生的原因进行调查分析 针对原因采取措施 以防止重复事故和事故隐患再次发生的全部过程 预防措施的概念是指对潜在的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的事故隐患 进行原因分析 针对原因采取措施 以防止事故隐患和事故发生的全部过程 它们的区别是 一个是针对现场目前的隐患 一个是对现场潜在的事故隐患 纠正和预防措施的实施要求 纠正措施的实施要求是 对存在隐患的设施和设备 防护用品做好标志 实施处置 对普遍的隐患或者后果严重的隐患 查明原因针对原因实施并制定纠正措施 二预防措施实施要求 因为预防措施是对潜在的不符合安全生产的隐患 进行原因分析采取措施 所以我们的要求有如下几项 首先要收集安全记录 历史教训等适当的信息 其次要汇总这些信息 发现并确认潜在的事故隐患和可能的表现 第三要分析潜在事故隐患的引发原因 第四针对原因制定并实施预防措施 以上我们主要讲了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保证体系 它是根据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各项管理活动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规律 归纳出的一系列管理方法 通过建立体系 可以将离散无序的活动 置于一个有序的整体中来考虑 规范和统一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的基本要求 使得安全管理工作更便于操作和评价 使得安全管理工作更加系统和科学化 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